早安 今天是8月16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天开市直击》 今早由海基政券 亚洲投资策略部主管 温杰比比 和谭海韻陪你一起开市 比比 今早大使有什么焦点 一定是留意着京东和腾讯业绩 但看看大家是收市后才公布业绩 所以如果你说在交易时间是早上 先看港交所业绩 港交所就预期中不会公布业绩 腾讯和京东收市后公布业绩 今次的交易时间是否值得买 比比一会都会详细分析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部HKETF 在聊天室里 降低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限下的三大指数都跌超过1% 中国经济数据欠佳 加上美债的知识持续上升 以及美国大型银行可能会被下调信贷评级 拖累美股下跌 导致最多跌近400点 售市跌361点 收报34,946点 跌幅1.02% 标指跌1.16% 收报4437点 纳指跌幅超过1% 收报13,631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跌幅2% 欧洲股市都要向下 英国和法国股市跌超过1% 一起看看焦点美股 科企股普遍向下 苹果、Google和Meta跌超过1% Tesla推出规格较低 Model X和Model S 股价跌2% 评级机构位预有机会下调 美国大型银行的投资评级 银行股收押 美国银行跌3% 摩通、富国和美国运通跌超过2% 以决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普遍向下 今天公布业绩的京东和腾讯 ADR都比本港收市低超过1% 腾讯折合327.34 阿里塞手90元 折合89.57 汇控比本港收市低超过1% 折合60.43 看看亚太区股市 外围方面普遍向下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跌超过400点 现在跌442点 跌幅1.3% 最新报31,796点 首义综合指数跌36点 2534点 昔微普通股指数跌超过1.4% 跌106点 最新报7412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也要跌过8点 最新跌幅1.1704点 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现在和大家跟进 跌超过200点 跌超过260点左右 恒指到18,300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会继续和大家跟进 好 和比比谈谈外围的情况 好 近日的国际评级机构 都有很多动作 其中一个是Fitch 卫钰 分析师Chris Wolff 最新接受CNBC访问 如果美国银行业的评级 需要由AA- 下调到A加 中会迫使卫钰重新评估 他们覆盖70多间美国银行的评级 所有的财务指标 或者要重新调整 可能会转化成一个负面评级的行动 目的上星期下调了10间中小型银行的评级 并且几个警告 可能会再下调另外17间银行的评级 Fitch在8月初的时候 已经下调了美国的长期信用评级 原因包括政治磨擦 和债务负担不断增加 昨晚看到下调评级的言论出了街后 其实美国银行股向下 拖累导致以至其他指数都要跌 避险情绪是升温的 美匯指数升 不过看到债息也升了 资金就流出债市 好 评级机构 不要只是看昨晚 看他们一连串的行动 给你的评估对市场的气氛 甚至是实质影响 会是短暂 还是其实未来会有一个更加大的冲击 好 来 我们回来看 如果你是下调的 美国本身国家的评级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的时机上很特别 因为你说的论据 其实大家也知道的 都不是今天才开始 但是大家也知道在美元霸权之下 美国真是没办法 它真是可以印银质 所以理论上它真的不会违约的 而且反过来这么说 我觉得这是短期的情绪上的影响 会不会因为评级下调了 就令到你去沽美债呢 其实机会就不算太大 而且如果你比较到2011年的下调 当时是标普的 大致一点的 还有第一次的 当所有东西是第一次 和一个比较权威性的机构去做的 影响性当然大一点了 但是现在来计算是相对小一点的位移 还有就是第二次了 最重要的是其实规则改变了 在2011年之后 FIDC承认了这个国债仍然可以做一个抵押品 那就是说你不需要它被人撕掉之后 就觉得它就用不了成为一个抵押品而沽售 所以影响性本身是低一点的 那你说不是的 我看到的情况是美债息是向上的 就是美债价格下跌 就是有人沽了 两者可能是时间上的巧合而已 因为大家知道 其实在这个叫做债务上限通过之后 美国是大量发债的 发得有多跨呢? 根据他们的估计 第三季发债量有1万亿的美金 比起本身5月份的时候 他们估计可能大概5千至7千 是多了三成以上 所以短时间里面 债券的供应大幅度增加 那当然要比较高的U 所以这个债息上升 未必真的跟信贷评级下调有太大的关系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美国一些银行股 被下调评级的影响就大一点了 因为第一 起码对相关股份会有一个负面影响 而刚好 最近美股 特别是一些科技股 都有一个 我不敢谈调整 因为其实比起年初至今的低位 是高了很多 Tesla年初是100元 现在是200多元 我也不敢谈谈调整 只是高位咬着高台有些震动 那大家就觉得 是不是科技股经历过一倍、两倍、三倍 或者NVIDIA三倍、四倍的升幅 需要停一停、考一考一考 所以大家的焦点 就会摆一些可能比较传统的股份 价值股 但是现在就是风眼的焦点 变相来说就是 科技股高处不升寒 一些相对落后的价值型股份 银行股 又受到评级下调的影响 那变成美股 总体上你看到昨天来说 就是传统的标普500指数 道指、科技指数 都是有个下调的情况出现 我想这个情况就很难避免 所以短期来说 银行股可能大家都要担心 始终债息比较高 会不会好像再出现 3月份一些的银行危机 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在目之下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草盛 所以大家对银行股都有少少的担心 是的 美股的判断就是 都会受到影响 但是冲击就不及对上一次 美国被下调平级大 可否这样解读你的分析 是 完全可以 而且其中一个问题 始终升幅真的太多了 全地球最强是它 全地球 当然很多原因可以解释 经济比预期为好 大家本身觉得今年会衰退 但我想这个预期就没有了 第二就是加息接近尾端 甚至是完结了 第三个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AI 所以就在年初至今炒到飞沙走石 但是这些时间 我认为是应该的 是的 好 我们看看港股上的走势 稍后听一下比比说 它对恒指后市的看法 开个图给大家看看 恒生指数连跌三个交易日 昨天低开174点之后 早段受到人民银行下调MLF等利率的影响 跌幅一度收窄到27点 之后公布三头马车数据 全部都差卦市场预期 跌幅再度扩大 最多跌259点 收市跌192点 收报18581点 跌幅1% 科指跌0.7% 收报4179点 国指跌0.9% 报6366点收市 大市全日成交819亿 北水连续第四日录得淨流入 金额67.9亿 继续是吸纳ETF为主 最多北水淨流入的继续是盈富基金 但金额就减少7亿元 第二位中国移动有6亿8千万 恒生国指ETF有5亿4千万 南方恒生ETF有3亿1千万 正流出方面 中海油有2亿2千万 快手有7千万 好 昨天公布了三头马车数据 昨天10点公布的就是宏观经济数据 三个数据都差一个市场预期 跟大家很快地看看数据 先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原本在三个数据当中 市场唯一是预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会上升 最后公布的升幅是2.5% 市场原本预期会上升4% 即是今次数据2.5%是少于市场预期 6月份的时候这个数据是3.1% 这个数据就是比6月份的时候也有所回落 增速亦是今年以来最慢 按月比较有出现下跌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幅是放缓到3.7% 市场原本预期是上升4.3% 1至7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 上升3.4% 市场预期是上升3.7% 而固定资产投资按月比较都是下跌 今年以来内地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升幅 最高位的升幅是4月份 当时是上升18.4% 高位之后看到高位就开始回落 到7月最新的数据就是升2.5% 细分方面商品零售上升1% 但餐饮有一个比较大的升幅 上升了15% 另外固定资产投资 7月份基础设施的投资 按年债上升6.8% 制造业的投资就升5.7% 不过房地产开发投资就有8.5%的倒退 好 看看这三个数据 我们集中谈一下 好 是不是看到内地的经济情况 真的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出现 要一些很大力才能挽回这个领势 我不敢说很大问题 的确是令市场失望的 或者我们加上最近一些其他数据 首先就是看到出口数据 是比预期为差 进口数据比预期为差 出口第一 人家买的东西而已 就是人家差 或者人家不买的东西 但你进口也差 消费是否出现问题呢 第二就是说通胀数据 大家知道是出现一个数字上的通缩 有机会在场世界 但整体上都代表着 经济环境不是太理想 大家记住口目就是 三条马车在调低了预期之下 不要太差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等政策出台 但政策第一未出台 第二一出台的话 不会立即有效果 所以我们希望经济不要太差 可以卖一些时间 令到政策真的出台之后 有足够时间在数据上慢慢发烤出来 但是三个数据都比预期为差 真的挺弊异的 当然三个数据里面你问我 我最觉得失望的就是零售销售 就是社会零售销售 因为你只在经济里面占比较大的比重 其实就是说零售销售 所以如果这部分都不行的话 整体经济的影响性就很大 此话何解呢 因为主要来说 我们计GDP都是三个部分 第一就是投资 但是投资的话 第一投资看到固定资金投资 其实分开几样东西 零售说基础建设 当然可以了 每一次不行就收桥补路了 第二 制造业的投资都可以 但是房地产扔着脚 所以固定资金投资 任凭你中央出多少招都好 暂时始终都是拖着脚的 好了 去到工业增加值 大家知道近一两个月 其实我们在说制造业的PMI 都是一般的 都断定到这部分 是不太行的 所以最后的希望 就是零售销售 结果只有2.5 按月要倒退 那就比较负 所以我会这么说 有些人的说法就是 三头马车都关火 我不会这么说 但是起码 都真的挺令人失望 突显到一件事就是 真的要快出招 和尽快出招 去扭转市场的 对于经济放缩 甚至衰退 就是不要这么极端 经济放缩 参考比率通常都是联动的 我的数据通常是20日会移动 所以大家觉得 今个月应该是21日 所以大家觉得 如果MLF是移动了 LPR移动的机会 简单来说就是利率 移动的机会就很大了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 真的会减息 甚至我们都觉得 其实焦点不应该在货币政策 因为货币政策里面 其实你再太大手去执行 你会执行人民币的